我們長毛議員來到 毛哥 我們今天講一個議題 在民主的崎嶇之路上我們怎樣去抗爭 或者是一些你最熟悉的抗爭的議題 剛才木潔成議員和馮牧師都講了一些經驗 抗爭和絕食五十小事 我們請長毛哥講一講他怎樣看我們今年的政局 不好意思 我要去抗爭的目的 就不再來過時光 不好意思 其實我聽大舊叫我那時去講25年的經驗 當然25年的經驗是 雖然知道怎樣講 估讀不到 其實在七月一號遊行 這個傳統講回這件事 我記得1997年七月一號 就是只有五十人流行 就是來遊資源會搞的 那天又是下了大雨 因為回歸那晚就下了很大雨 大家記得了 連青人 這都沒有什麼連青人 應該大家記得了 很大雨 那當日華叔這次他就醒了 他就把口號定了在結束一首主席 其中一個 那為什麼要這樣定呢 其實那個定位來的就是 因為當時回歸之後 很多香港人都想 可以說結束一黨專政先 甚至說六四的縮當會會搞了多久先 那當然已經知道華叔這樣定 其實就是告訴他 我現在不會定的 那華叔以後知道又怎樣 或者他的社會情況 這就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 但我只是說 都說他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說回歸之後 結束一黨專政這個訴求 是不會倒在香港 那現在事實施定 這個 這個 貴歸我都已經十六年了 這個中國法會 和很多的遊行上面 都還有這個訴求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這個就是 一徐定陰 那些事情 就是說你 是定了一個什麼的基調 你會影響後來的運動 那要從這個角度說 從這個角度說 今天的民主運動 即香港今天的民主運動 顯然是 不是我們可以善行 是人家逼到我們保護 即是其實說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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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有權 透過普選的方式 有人一票的方程 去選特首來組織政府 和去選一個立法會來代表市民去監察政府 或者一個 行使那個立法權 是由基本法 就是負面一 和二二一規定 即是說 十年之後 因為由回歸 即是共產黨接管香港的政權 用一個所謂特區政府來接管 去過了十年之後 才去決定路 由這個1997到207 就沒得講的 那個程度就是 它動規定了 好了 好了 所以其實香港的人 其實基本上就沒得選 已經開頭那一次 只不過就覺得 衛波 你和我選十年而已 十年之後你不就和我選了 是吧 所有的爭論 今天我們又過了差不多六期了 爭論什麼時候沒有設計 從那開始 當然我們不要說在制定基本法的過程裡 我們有沒有份 我們不知道 因為如果這樣就說 一級高很長 在這點上面 香港的民主派做了什麼呢 這個就是 以外面討 我自己認為 這個泛民主派的正宗 或者現在我們說的泛民 就是以民主黨這個團體變出來的泛民 和它直線有關也好 或者是間接變出來也好 他在這個25年的爭取過程裡 就是開師主席 那25年我們今天幾本席都唱到 民主政制重新聯委會 民促會 當日其實已經是 就是善了一波 其實民促會和今天的泛民 的表現是差不多的 我記得當年就是說 由基本法去安排 即是說基本法有了 因為未有 不終於入清明 剛剛簽了 到底基本法怎麼安排未來政制呢 或者因為基本法安排未來政制 在1988年應該怎麼做呢 這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爭論 或者是到底當時有沒有直選的懲罰 民促會是接受了沒有的 他只不過說了442 即是說88年沒有 但這個91年就要442 這個442的方案 亦都是當時最激進的就是學年提出來的 明白 民促會當日為何會這樣 民促會當日為何會這樣 原因亦都是一樣 因爲當時都未發生1989年的震驚世界的天空門大浪災 亦都沒有我們現在是發夢都發夢不到 這個在大陸裏面的學運 會變成一個可以令到中共後悔或者是瓜柴的學運 你老實說任何一個人都沒有這樣的想像力 所以覺得沒有了 民促回歸你和阿爺 你和阿爺 你和阿爺說什麼都沒有用 當日的民促會裏面的人 其實和共產黨是有默契的 當然他是和共產黨說 你不要給太少我 這是第一個教訓 其實民促會裏面很多人都是草偉 阿師傅是啦 阿李師傅是啦 即當日大家覺得 哦 因爲這個香港原來是中國人的 變成殖民地 那回到中國那裏 那中國政府 即是中國政府 來到了 這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長期台灣來接收 這是不可能的啦 好啦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就希望在回歸的時候 有民主保障回香港的市民 所以如果用民促這個例來説 他開頭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接受了一個程序漸罪的方法 這個也為什麽後來 在基本法1990年制定 即使是因為1998年 這個 反了面 李子柳和阿司徒說 不做 或者有人趕走 他們總之是走了 現在查理都不做 之後那個方案 其實已經是被共產黨控制住的 好人走散 壞人在那裏 就是整個方案 在這點上面 當時的民主派 因為已經跟共產黨反了面 已經不能回頭 一定要向前向 在1991年 1991年民促會 當時都沒有民主黨 民促會 這個 這個 就是 變出來的這個 黨平民 是大勝的 贏了 這樣 無一幸免 就是在第一次的 所謂四四二 即是說 六十正年有這個 是 這個 20%的選舉 這個月 即是十五個人 是吧 各位 自從民主派 在那次贏那次 我也是從來沒有見過 我可以跟你講 他的方式很簡單 他的政治的論述都很簡單 就是第一 不要經歸我 第二 就是基本法 是吧 這兩大 是關關 到今天都是這樣 好 第三 就是什麼呢 我經常講的 殘影競選法 什麼叫殘影競選法呢 就是 什麼都做 做了之後 留一個印記 或者在議會的發言 又留一個印記 接著四年之後 我做一個事情 就是要繼續選我 這個 建制法多壞 我一定比他好 是吧 我衰極都比他好 說到今天都是這樣的 是吧 所謂維護什麼 香港核心價值啊 全部那些 說來講就是 如果沒有了我 那幫人比我更衰 這個是事實來的 他們沒有理由衰得過那幫人 但是你想想想 如果唐台一個民主運動 是因為就是 喂 兩岸選技卿 還有什麼鬼主運動呢 就是 我又說兩岸兩個都這麼衰 或者 這個是好一點 這個是好不好 這個是致命相 到今天都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在 關鍵的時候 或者 或者是 這個 他們成果的動員的方法 就是不同 不是跟政府做一個真正的抗爭的 而是 做過就算 因為對方不做 或者對方罵他做 這樣就夠了 如果不是出現了激進民主派 或者本土民主派 他自己知道一定行得通 是吧 好了 我們看看 第二個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彭定康來了 因為彭定康來了的時候 民主派更加限 為什麼呢 因為彭定康是一個 國際江湖大奸人來的 他是來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他是來抗衡中共的 他來到的時候 他都搞到建制派全靠街了 是吧 當時他改造立法局 改造行政 就是將那些 就是想撐中共的人 改造行政 或者是不肯就快的人 改造行政 之後 民主黨 就是民主黨 由黨和民國做民主黨 就是以這個為主的民主派 根本就是法律的好處 全部和中國的衝突 有譚定可以做得了 接著它尾 支持彭定康就可以了 直到好美好美 彭定康露出狐狸尾巴 因為它越近遙歸的時候 它就越不可以和中共頂 那時候 民主派才會會批評 這個民主派 因為我當時真的是 完全不給香港人信 因為八、九年才殺人 你九、九、九、九年出來選 當然不信你了 九五年更加民 九五年 但是又可以不可以 因為它背負它 因為它說 這個是違反直通車的 又不爭 那泛民主派大勝 那就是二十九成 三十成 就是多變數 各位 講到這裏 你想不想 由九一年 由八、九年反應 九一年大勝 到九五年繼續大勝 泛民主派真是酬隨便 是否都有 好了 但是九七年 它是一個主攻 你同意 因為九七年沒有彭定康 九七年的政府 就一定是當保皇黨 你一定看到 就是說 就是說 回歸之後 泛民主派 所有以前享受到的 天時、地利、任何 都掛塵 還有另一個一樣 就是當董建華上台 他這個人 又想做事 又想做事 非常之槍事 話口就講了 想做 又怕那些有錢人 大媽傻除罰 不反對 他們兩邊都不會 即是 這頭又說起百萬 那陣子收回些錢 給李嘉誠 給李嘉誠 是的 那搞成這樣 是吧 董建華上台 天路容宴 我當時怎麼說 七月有 其實你說 派民主派做到什麼事 做過什麼是動員香港人 反對這個政策 直到 2003年 2002年老統就再轉 大家記住了 1997年 沒有 但是 董建華 拿了這些提名 給你選 第二次自動當選 文主派你說做過什麼 就是說 在香港人水深可熱的時候 或者是 這個 公建華的政權 是發公開出面的時候 要這樣做 好 要等 等 等到機遇跑合了 三十四 失業率 已經去到七 八十九 就是資產 然後 韓家旦還要搞個二十三 一鍋 鍋起 那 放心 我先說 如果你以為 這個 年紀不是太太 你記得當時 百分之七 真的沒有見過 什麼 沒有 沒有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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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建華樂球也沒有 就是 不要二十三條 那 各位 這一鍋 其實已經證明了 他們的政治上沒有 小弟當日 就是 完全是 傻子 我都說是 奉建華樂球 我都搞這個 說 政府夠善不夠人 是不是 他不是 矛頭直指 這個政權 他不敢 去打董建華 到今天 他不敢打梁仔 是一樣的 他覺得 如果你攻擊這個政權 分分鐘 激怒 分分鐘 這個 中產 怕 浪費時間 是不是 打董 整著西裝 就傻了 是不是 所以 你看回 他最東北的態度 中道的態度 去到 7月9日 這個 2037日 就在這裏有一個 很大的五萬人集會 小弟就不敢上台 因為我沒有救救命 是吧 他以前在這裏 公民黨那裏 他被陪伴都被上台發脾氣 他被冠最過自裏 我從那裏走過去 我踏著一個 董建華的那裏 我從董建華 全部都是下台 下台 我走ali 走ali 我才爭取到上台 講話 現在 浩銀也同 因為在六四的集會上面 我講回歷史給大家聽 六四的集會2023年 因為憂文就講如果23條通過 民主派應該所有的議員總辭抗議 或者威脅他如果通過他們總辭 當時的泛民主派覺得這個不是策略的 所以不給憂文講 知道話都不給他講 憂文就很淘喪 所以我一走回 在迷縣就走不出來 剛剛小弟就把車子推我的船單進去 就撞到憂文 那當然講話 不然我說你不記得 你跟阿司徒說 你說你不會講總辭 只不過給三分鐘去講 你知道上下講話 大家可能不記得了 那個集會因為還是沙士 都是只有五萬人左右 因為當時是外出家的人 五萬人是很多的東西 今天就說一句 我沒有講 我們不妨礙 你不講三次 然後台下 並且混集 是這樣來的 因為米也不是一炮而融 更加有名 因為他公開在台上 我沒有講我們不妨礙 你想想 泰民主派一個這麼緊急的危機裡面 他完全是沒有力的 就是躺著這個問題 當然 好了 2003年之後 2004年的選舉 泰民主派一個最差的 就是2003年整個 反23條的運動 由於他們無心軟戰 他們真的沒有準備 籌錢沒有 全單沒有 沒有全單自然 就沒有回調 就自然沒有人可以聯絡到他們 是吧 因為 過了那個七一的 十萬年 人家有行 人都不 就是 人中都不會多 因為 沒有回調 當時還沒有網 那麼興起 就是靠寫回調 拿回個電話來打 我們以前很手工業的 錢沒有 好了 那你過了運動之後 2003年11月那個 議會選舉 人又沒有錢又沒有 想做事都做不到 經濟太大敗 我知 但是中後輸很多 因為有些虧 沒有人可以選 我們 民主黨更好笑 這個 我看民主黨更好笑 少了滾地 因為民主黨 在1999年 就輸了 即是在區會 因為他們派很多人的事 余翁殺害 我覺得我們都知道 那1999年 那個成績 為什麼呢 就是 候選騰哥 勝出率低 他們呢 就不知誰 理責任誰 都在屎橋 不知為何來自江 就說 我們不要派那麼多人去 我們要得勝率高 譬如說 我們派100個人出去 拿到77個位 那就是77%的得勝率 如果你派150人 繼續輸 這個東西 當時可能是對的 但是2003年 71之後 這個議員全都可以掃買一邊 但是那一年的民主黨 竟然間 是仍然執行這種策略 是沒有派多些人出去打的 所以民建完才是殘存的 大家 當年如果 你接住這個余威 你就這樣派人下去 那些鄉下都很大大大 跟你打 街頭不夠你打的 這個民主黨其實是傻的 那些民主黨 終於最後 其實那些人說了 就是何修蘭 即是 那顆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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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很多人都知道 陳景輝都輸的 七一人民是輸的 李偉宜也輸的 當然都 你明白 如果不是以為就做了 整個泛民之派就是 那顆星叫何修蘭 在官農內 每天 大嫂又去 李花田又去 陳光新又去 他根本沒有拆陽 李花田 是吧 喂 我在 北國對蔡少玉 沒有人去 大堂 一支宮 梁姐 一把嘴 一張椅 一支宮 就搞了 李花田 你看到他拆陽 這個拆陽 是完全 是看不到 他們沒有想像 也沒有 看不到轉變 所以 在 04年 選 立法會 都不提 總結合下台 是沒有的 大哥 是只有我 是不說 我覺得七七民 總結合下台 他問了 大哥 他們不是立刻叫人下台 我們反對他制度 我說你問夠他 大哥 你反對 你不喜歡人家偷野 你為什麼要拆不住他 抓了他先 你不用考慮 你不用再辯論 倒策 所以問題 你看到他情況的 方面的表現 2004年 因為 2003人 在這個區議會 大勝 他們就大支 是否有什麼 鎚呈門單 那些就搞出來了 就是浪費票的那些 浪費票 浪費了很多 因為區議會 選舉的成績 推算 人民力量 社民 全部都很家產 你會想 區議會 都很家產 立法會都很家產 他就全力出擊 要拿完票去 你知道嗎 他們是猛到 他不明白 2010年那次的分別 他們是很傷 他不明白 因為我們的力量 太弱 在區議會 搞不到他 他以為 真是我們 已經覆了街 不是那些都強陣 超激 他就是想 你死了 徐晚 陶加賺 祥歐陶加賺 陳偉耐陶加賺 全國陶加賺 我拿運賺去 你永賺和老伯一起來選 我分析給你 他們不是計錯數 他們是不明白 世界還是轉 數目是這麼計的 我們區議會 15% 只是他们在想 很多的 都很重充 是吧 我講到這裏 你會看到 今天是衝突 重回一層一地 由2004年開始 他們不夠叫董建華落臺 領會他們又行錯隊 一 他們基本上不夠膽去反對政府 不夠膽去攻擊政府 不敢真的做事 是自動出 第二 就是準備行政 因為他們做事 就是落過拍張照 搞個節制小學會 他就彈了 他用不少人的實際的痛苦 他們現在搞的蛇齋餅種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都不可謂不多力 都不可謂不豪華 一千多元回大陸 兩天三月去大陸 不要觸碰他現在說 他給大陸六千元 他就買到 你看到整個民主派 民主派的策略 只一千元都沒有 凡事自體就不要做 站在中間 如果是主導賣來 就不斷於廣闊 不斷於廣闊 你看到2004年 立法會不能夠大勝 2005年 這個 政制的改革 其實都被人鬥了 當然是清民主黨 好了 那一年 因為否決了被人罵 民主黨就醞釀了 就說不行的 這樣做 很多人不罵 我們改變策略 其實已經準備妥協 其實2005年的民主黨的檢討 就是說 我們錯了 因為我們不讓步 所以我們會失調 不如這樣想 好了 你想想 我們說 他們脫地群眾 不知道群眾的痛苦 也都是他們 開始脫掉 這個就是 他們的工作方法 他們的落場 即是說 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 否則你不會鋪鋪都記錯 你會 將 公有的財產 上次 然後變成證件被人炒 不是第一次的 就是港鐵 地鐵 私有化 都是領會私有化的 是吧 將那些 很多政府的 提供的服務 是外貿私有化 他們搞出來的 這個是梁甲蟲搞出來的 他們有些贊成 有些不贊成 是功手的 是吧 領會錯 港鐵錯 地鐵錯 這個 公屋 拿出來賣 他們有私事 是吧 或者是反對 都是隨便反對 大家同樣 大家已經知道了 其實那個反對 是明千個反對 如果就是投票反對 因為我們拉布 令到他 這一招是沒有所用的 是吧 要不然我們拉布 次數都是這樣的 在此處罵 罵 之後 投票的時候 都是投反對 因為他計過 保皇黨一定投票 那就繼續罵保皇黨 現在我們拉布鮮店 令到他很尷尬 是吧 好了 你看到這個決定民眾 加上在政治上面不肯定 就令到 舊的民主派 是不能夠 好像他們 在剛剛成立的時候 是站在一個 既得的高地 對著一個行家產的政黨 一個殺人的政黨 就是那幫殘狗 因為你的社會變了 新的人 新的年輕人 看自己的方法 在社區裡面 抗爭又不一樣 因為在這個民主黨 剛剛起的時候 一個社工都拿了一個議席 因為那時候 那些人 連什麼叫做抗爭 連寫一個清明 連什麼通知記者 連在那裡買大聲公 連叫口號都不懂 你走下去 因為民主黨很多人是社工 大家都知道 然後下去 幫個組織 肯定搞定 因為那些街路太差 是吧 整個街路太差 是吧 連說話都不懂 好了 但是高到後期 公民社會成長的時候 還用什麼理 反而那裡灌到氣筋 林家產 因為朱海迪出來又要追 只好林家產就這麼快 坐在皇后那裡 然後追 因為 無緣無故又爆了單出來 天天夜夜 又火捉來又追 是吧 那是逆轉來的 是吧 所以 到 所謂激進民主派 本土民主派出現 基本上他們已經是 不可以再好之前這樣 封入議 都不可以再有發展的 這就是一個 所以呢 他今次我說什麼 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2010年做了壞事 他失去見面 現在剛剛有戰衆出來 其實他們真的想 爬到這隻船那裡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大山 是他們的 那再三星明 而是大山這個人出來的時候 就定他們就是大部復原 你陳建民上一次 陰家產是帶頭進去的 那現在又 琴將在上個船那裡 我現在反對 我的公民抗警 都沒有人幾根本做這些 朱耀明都一樣的 和全部撐阿華叔的 那現在 戴耀廷 還有一個人出來 整個船 跟著朱耀明和陳建民 就陰上那個船那裡 那就發生的了 所以我覺得 佔中 我都支持的 但是佔中作為一個運動 佔中作為一個運動 現在未成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 要考慮三項 昨天戴耀廷就聽我說了 我說你不行 你如果再好似 林莎和西家不仇錢 你真是自殺 那他才有八十 那應該暈暈暈暈暈 都會有八十二百 我們快點搞個網路 快點搞各隊的宣傳活動 快點請人 是吧 要不做做不到 是吧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要賭糧 為什麼我今天來講 要以賭糧為策略 老闆家產 喂 你說的政制腐敗 不及天天看到的腐敗 你去攻擊梁振英 或者梁振英的團隊 我們是查有實據 我們是生安法做的 市民興的時候 共產黨還未決定要 梁振英早前支持他 支持他 支持他依法施政 即是說他們那邊的城市 那部機器 一禁制一定要出來 圍繞一個很腐敗的特首和政權 這就是活生生的教育 如果你坐在這裏 這樣 給大家看這球 如果西班牙那場 不過半場 那麽必須人犯錯 意大利就在那邊踢一下 踢一下就不踢到 是吧 巴西贏西班牙都被掩上去 喂 現在他 這個 這個 啊 啊 啊 法民的策略真是很好笑 就好像曾偉忠說過 等他們出床 不好意思 但他們出床 你是來不了他們出床嗎 法國 等他們出床 有什麽意思 喏 現在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法民的心目正點 我們還未出現一個特首 第一年 所有的都是認識的 今日報道現在七一年等了 法民就又繼續 喏 很簡單 我舉一個最獨孫的例 也證明了法民是一個惡的狗層來的 為什麽呢 因為 這學生 已經被屁股啊 由你來看了 已經這樣了 已經這樣了 喂 那天是禮拜四晚 禮拜五下就勒酒來吃飯 我跟大革樂室去示威 大革樂室去示威 大革樂室有事 那你法民的議員 跟大革樂室去示威 那他就傳過去了 他就餘罐都排進去 他就算是禮拜 然後繼續坐下跟他吃飯 家產 你說 他就說 神本議員 你就是懶兒 我們就發表有禮儀 對不對 我們是根據基本法行事 我們特首來 我們是立法會議員 他就去吃飯 他就去溝通 他就在一起 人家這個演藝學院的學生 都有報紙圖 演藝更加不可以示威 不可以侮辱的嘉賓 口測行為不檢協不檢協 都不能分裝 是不是 人家群眾都走在前面 他禮拜五下繼續 第一 沒有宣佈到說 我不給你吃 你那一集看不吃 你不想烤孫的一集看不吃 泰國人出來 有宣佈 不用付錢 啊 例如議員的學生 真的做得好 我們都受感動不吃 就行 如果你反斗些 咬他又行 所以你看到 他們那個策略是真的 即是其實是 好 沒有東西 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前瞻 前瞻 第一 第一 我認為 民主派的 由現在可以叫出這個殺人 一定是要阻弱的 第二 就是攻擊 這個親中的誰 即是去周圍 這個的自由 這個是令到香港人 會發覺制度的壞 制度的壞 是令一個壞人做更壞的事 第二個策略就是 一定要記住 就是 不會以7月1日 那天唯一的終點 為一個起點 我講完 如果那天不理你 你怎樣 他又留幾天呢 你是否叫香港人繼續來呢 如果大條庭 我一萬人就算了 我已經表現了決心 我們如果拘捕了之後就算了 是否這樣呢 我現在不是立外大條庭 但這是一定的考慮 如果你吃 他給你吃 那你怎樣 是不是繼續 呼籲 你說如果你繼續呼籲犯法 你怎樣 第二個 鎮壓了之後 即是拘捕了 那怎樣 是不是拘捕了之後 就是等上法庭 這個是做其他事 第三 就是如果你談判的時候 即是說 我自己問 我們要談什麼呢 怎樣 令到 你那個談判 是代表到香港人呢 這個就證明了兩年 第一個就是 何之頭 說要做那個 前文 一人辭職 變相共同 都做不做 做幾時做 之前做 之後做 現在我們是縮沙 但是不要做了 做 電腦文件學科 你不要做電腦戰爭 那樣 那叫何正人辭職 是吧 何正人辭職 這一個 的戦略 因為這個 這個制高點 是要談怎樣用的 到底之前用 一之後用 是不是 如果你假設 是 會被人鎮壓的 你之後做這個 就是 就是補菲 如果你是有談判 也不可以 你不要 所以他現在 聽不到 現在開始 何少人就忘記了 就好像說 不用了 這個我現在說 都是我常常睡不著 大家不用當我是 指責無敵 但是我覺得 我真的要視乎 九七戰中 一年流流場 我覺得 第一個考驗 在 今年 夏年 一年我搞的事情 因為 一年我搞的事情 一年我搞的事情 你現在就要決定 暑假就不可以難 其實是一個 運 一場不停的運動 是吧 為什麼 你一年我搞的事情 最適合 你一立法官回來 就要做了 所以其實 我不是說 我不想 大聲 但是 我一屆輸 怎麼想到你呢 第二個就是 還有一樣 就是現在 共產黨已經 不停地 用各種的 手段 攻擊他三個人 他三個人 答不了那麼多 所以大聲 一定要組成團隊 去幫他 不能繼續流流蛇 三個人 三個人頂不住 你沒有那麼多精力 沒有那麼多才 沒有那麼多能力 所以我現在 再不做一件事 就是等於 耶穌不收門桌一樣 耶穌是全套 達到他的十二門桌 一起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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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